说到武术大师你会想到谁 叶文 李小龙还是霍元甲 甚至是马宝国 有这样一个武学大师 84年被国家体委修缮了目的 09年的时候 我国的国家体育总局的武术研究院 专门将其武学总结成一本书 在他近50岁的时候 击败了当时著名的俄国格斗家彼得洛夫 要知道此人先前可是极其嚣张 因为所有前来挑战的中国武术家 均被轻松吊倒 快60时挫败了板渊义雄 这个日本天皇亲命的大武士 在其70岁有些人路都走了的年纪 又击败了五名日本高手的联合挑战 曾经在东北三省总督任职 向军队传授武学功夫 而到如今他创办的武学功夫 成为了我国传统武术的瑰宝 官方军队起的武学认可不已 他就是武学大师孙露堂 他1860年出生于河北 因家庭贫困 为了生计 他从小便给地主家打工 混口饭吃 怎料地主心狠手辣 孙露堂干活只要稍慢一点 就对他拳打脚踢 无奈 为了自保 闲暇之余 孙露堂开始练些拳脚 这也为他之后练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来 在熟人的介绍下 孙露堂先后拜李坤元 郭云申 成廷华等名家为师 学习行义 八卦等拳法 之后 他又走遍大江南北 到处拜师学义 学到少林门 茶圈门 螳螂拳 太极拳等高深武学 清宫 点穴等功法 他也有所设计 人到中年 孙露堂将所有武学融会管通 忠诚大师 创立孙氏武学 成为开宗立派的高人 此时孙露堂的功夫到底有多高 从江湖上流传 关于他的传说中 我们就能一探究竟 孙露堂拜师期间 师父郭云申经常带着出远门 为方便孙露堂行走江湖 郭云申打算给他买一匹马 却被孙露堂拒绝了 并非我自夸 只是我的速度未必比马慢 哦 文言 郭云申面色有些不愉 他自诩功力深厚 打遍附近无敌手 都不敢说跑得比马快 孙露堂何得何能说出这样的大话 郭云申当即决定 试一试孙露堂的轻功 他让徒弟前来一匹马 自己翻身上马 对孙露堂说道 我骑马在前面跑 你在后面能跟住吗 师父尽管策马狂奔 徒弟跟得上 好 你可要跟紧了 说吧 郭云申一边抽在马屁股上 马屁吃痛 当即像出堂的子弹般 向前方飞奔而去 因为担心徒弟跟不上 郭云申不敢骑得太快 只让马屁以中速奔跑 跟得上马 郭云申没有回头 对身后的孙露堂问道 速度太慢 师父尽管加快速度 好小子 倒是为师小看年了 闻言 郭云申干脆不再顾及孙露堂 当即一甩马鞭 马屁再次提速 如同风扳向前呼啸而至 跑了一会 郭云申觉得 已经把孙露堂甩在身后 于是回过头去看 只见孙露堂就跟在他身后 一只手抓在马尾巴上 双脚石而点地 石而离地 如同一颗随风飘摇的稻草般 一点一放之间 紧紧跟在郭云申身后 跑轻功 纵使郭云申功夫了得 也不得不赞叹一生徒儿的轻功 已经在自己之上 回到住处后 郭云申问孙露堂 他是如何坐到 紧紧跟在飞奔的马屁后面的 一般来说 马屁全力奔跑的时速 能达到60公里 纵使孙露堂再厉害 也不可能跑得过马屁 他之所以能跟在郭云申身后而不掉队 是因为他内力深厚 运气之后 身轻如燕 抓在马尾巴上 双脚石而点地 控制身体的平衡 石而跃起 双手搭在郭云申的肩膀上 说通俗点 便是借力用力 跑多快并不取决于孙露堂自己 而取决于马屁有多快 由此可见 孙露堂的功夫到底有多厉害 但真正让他出名的 并不是这些堪称神话的江湖传说 而是他跟俄国大历史彼得罗夫的鄙视 直接将他推上了一代宗室的神坛 一天 孙露堂在报纸上看到条新闻 称俄国大历史彼得罗夫已抵达本市 不日将白下擂胎 这位俄国大历史态度十分张狂 他表示 自己来到中国多日 打遍天下无敌手 他还嘲笑中国功夫是花拳袖腿 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彼得罗夫的嚣张态度 彻底惹恼了孙露堂 他当即派出徒弟 去打探彼得罗夫的虚实 但不要上台和他比我 等到探清虚实之后再做打算 三天之后 彼得罗夫果然摆下擂胎 徒弟们前去观看 竟发现没人敢上前应战 只因为彼得罗夫生得虎背熊腰 以致胳膊有普通人的大腿那么粗 十分具有威慑力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功夫非常自信 根本不敢上前应战 彼得罗夫出来后 先是围绕擂胎转了两圈 见无人敢应战 有些不懈的摇摇头 随后 他让助手拿上台一块钢板 那块钢板宽两寸 厚两寸 他一只脚踩着一端 另一端握在手中 一用力 竟然将钢板整个掰弯成右 自行 扔掉钢板 他又让人拿来一根铁链 双手抓住两端 中间只留下一寸左右 一用力 铁链竟被他生生掰断 他又拿来两根绳索 绑在自己的两个胳膊上 然后从台下叫上来十七八个人 一边九个 抓住绳头 使劲往两边拉 中人使出吃奶的劲 竟无法将他的胳膊拽动分毫 这震撼的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谁又能相信 天下竟有如此神力之人呢 徒弟回到武馆后 当即将自己看到的 像孙禄唐说了一遍 说的时候 他们咬牙切齿 恨不能自己冲上台去 和彼得罗夫较量一番 但孙禄唐知道 彼得罗夫虽然没练过内力 但经过长时间的系统断裂 再加上用药 身体强度早已达到极限 纵使徒弟们有些真功夫在身 也未必是对方的对手 这一战 关乎国人尊严 只许生不许败 因此孙禄唐决定亲服擂台 和彼得罗夫一较高下 次日 孙禄唐来到彼得罗夫摆下的擂台 还没等对方招呼 他便直接跳了上去 众人见到是活赛侯孙禄唐上场了 当即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为孙禄唐加油主威 彼得罗夫定睛一看 发现跳上擂台的是个小鸽子 记录也不算发达 当即用别角的中文 对他嘲笑道 你这么瘦 当心被我捏碎 谁捏碎谁还不一定呢 孙禄唐一脸不懈的笑了笑 当即摆好架势 对彼得罗夫招了招手 面对孙禄唐的挑衅 彼得罗夫勃然大怒 当即伸出两个蒲扇般的大手 向孙禄唐抓了过去 面对彼得罗夫的凶猛攻势 只见孙禄唐不慌不忙 辗转腾螺间 伸出双手 不停地拍搭在彼得罗夫的关键处 不费吹灰之力 便化解了对方的全部攻势 打了半天 彼得罗夫累得气喘吁吁 反观孙禄唐 脸不红气不喘 仿佛没事人一般 只知道躲 算什么好汉 彼得罗夫见孙禄唐气定神贤的样子 脸都气红了 再次说起别角的中文 好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中国功夫的厉害 听到彼得罗夫这样嘲笑自己 孙禄唐也有些生气了 当即转手围攻 向着彼得罗夫的方向冲了过去 见孙禄唐主动进攻 彼得罗夫大喜过往 当即伸出双手 向着孙禄唐的两个肩膀抓去 在场的所有观众都替孙禄唐捏了把冷汗 如果他被抓住 怕是请客间就要被对方撕成两半 但就在彼得罗夫即将抓住孙禄唐的时候 他突然一个矮身 躲过了对方的攻击 然后顺势往后一躺 左脚往上一踢 正中彼得罗夫的气海穴 彼得罗夫躲闪不及 当即被踢出树掌之眼 捂着自己被踢的地方 工作人员无奈 只能派四个壮汉 将彼得罗夫抬了下去 战斗结束后 孙禄唐不慌不忙地走下擂台 仿佛只是做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一样 等到孙禄唐消失在众人视野中 观众们这才从震撼中反应过来 现场再次掌声雷动 至此之后 孙禄唐的名字彻底传遍大江南北 甚至连很多练武的外国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1920年 日本柔术冠军版人义雄来到中国 这个人可不是小角色 被日本天皇称作是第一国首 甚至还被授予了大政天皇特技勋章 他听说了孙的名声 决定前来会议会这五生 专程来中国找孙禄唐比武 想要决出中日之胜负 还曾经扬言要决断孙之右臂 孙禄唐知道了这件事后 主动跟其约定时间 在自家堂务迎战版元义雄 要知道当时的日本人被称作倭靠 他们普遍身材矮小 可这版元义雄身高约有一米八 看起来倒不像个日本人 年近化假的孙在他面前 更像年轻时自己的外号活猴了 随着比武展开 版元享孙出击 但孙却只是用手指灵巧的 朝版元腹部点了过去 将其力量化掉了一大半 而后又灵巧的躲避版元攻势 一手转攻 拳头像雨点一样打在版元身上 这可把日本第一能手打击了 空有一身力量却都无用处 有进无处时 有被动挨打的版元恼羞成怒 准备将孙禄唐撞向后方书架 孙禄唐只是轻轻一闪 灵巧的身法让版元自己撞到了书架上 就这样耗尽体力被孙一招打趴 之后版元更是邀请齐去日本教学 愿意花费两万大洋 这一下可是激怒了先生 进我国门 杀我同胞 还想让我教授武学 简直是痴人书梦 过了十年 日本像是欺负老先生一样 派了五个能手来挑战先生 想要将先生的不败战绩打破 但即使到了七十多岁 面对侵略者 他也毫不畏惧 赤手空拳打倒了五名日本武士 天津的大公报评价先生说 结合行义拳 八卦拳 太极拳三家拳法通会管通 技术精湛 让人望而生为 北平的京报评价孙路堂先生 有着我们国家唯一的太极能手 世界日报评价孙路堂先生 说起武功已经登峰造极 无人能挡 不光报纸 还有各大家如北平国术馆副馆长 太极拳名家徐宇生评价说 其气质非凡功力超群 是他所见到的人之中最强的 山东国术馆教务长 行义拳家田振锋 一项一顺的敌对头文明 却仍然增感叹道 孙路堂先生这一句 把行义拳的真谛都带走了 从此也没有人真正懂得 什么是行义拳了 武大名家黄元秀也曾经说过 近代能人 非先生莫属 拳法中行义 八卦 太极是最为精妙的武士 普通人能够学会一本已经不易 但先生轻松学会三家本诗 还将其融会贯通除了勤学善外 实在说天赋一致 有上根利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